专业牌桌上摆着筹码 一群人围在一起大打德州扑克 不过休旦积累 仔细看看牌桌上的这几位 知名歌手陈灵九 天堂手游实况主丁特 以及教英文的网红阿滴 可谓重心云集 而坐在最中间的来头更不小 是竹联邦战堂前堂主儿子 英帐相亲秀 还有战堂吴亦凡之称 大秀夜生活34岁绰号宰宰张姓男子 跟随父亲踏入江湖 祸射击诈骗外 还卷入多起暴力投债案件 警方更查获 他成立假的虚拟货币公司 不法吸睛超过上亿 兵分多日 拘体搜索当前等12人到案 没想到剧情超展开 一张脸书照片曝光 牌友竟全是知名网红歌手 让我有惊呼 网红也染黑了吗 对此陈灵九经纪人回应 当天仅是打牌消遣否认涉堵 阿滴经纪人也表示 去年受邀朋友排局 后续没有再参与其他聚会 低调不多谈 联署上在KTV大撒不明白粉 也遭人议论 是否还涉及其他不法行为 一张意外曝光的知名人物 牌桌罩 再度引来警方扩大侦办 记者姚立强 飞亚乔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